屏东县政府发表2023年创意农民地探索屏东 分享四季一出行的12条体验路线 例如冬季可前往静水银鼓道践行 或东港临边湿地公园赏鸟 春天到高速体验采育乐 或到来亿二丰寸 一探百年大寸浮流水的秘密 夏天登上酒棚 鼻头草原吹疗玉海风 也可到墾丁设顶夜间探秘 秋天到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 走瀑布布道或是到小琉球潜水 邀请民众感受屏东四季生态的丰盛 让身心无感获得疗愈释放 那我们这一次以探索屏东为主题 结合农民地的移出行 这样的一个老主动的智慧 我们推出了设计了12条 不管是上山 不管是去湿地 不管是在市区 或者是在离岛 海边等等 我们都设计了这样12条 完整的这样一个建议的路线 搭配当地特色的动植物的呈现 的形态介绍 以及我们在地的一个美食的呈现 那提供给我们来到屏东的参访 我们的全国的朋友们 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体验 除了农民力超强手 屏东县政府去年首次发行创意月地 获得广大回响 今年再推屏东创意月地 以屏东直送为概念 将各月份重要活动或节庆的代表物件 搜集绘制其中 并特别邀请屏东新生代作家陈凯玲 证写12首短篇新诗 搭配四款折纸设计 希望透过细致的图画 有深度的文字及趣味手作 将南国满满的热情直送民众手中 吸引大家对屏东的好奇与关注 我想这一次的作例 我们是结合了这样屏东的 不管是我们的人文的生态 或者是我们的活动 以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族群的文化的呈现 那辅之以我们邀请了屏东的 在地的新的这样新兴的艺文的作家 我们的陈老师呢 陈凯玲老师呢 来去搭配这样的一个新词 我们以12个月份不同样态的一个呈现 那希望能够带给我们 全国的朋友呢 能够满满一整年12个不同的感受屏东 屏东县政府表示 每年雄温度破表的农民立即创意阅历 即日起在屏东县政府南北洞服务台 屏东太平洋百货服务台 环球购物中心屏东店服务台 及台北台中高雄等火车站旅游服务中心 均可免费索取各限量4万份 详细发送地点可至屏东县政府官网 最新消息中查询 欢迎大家来探索屏东 记者张云游建荣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